NEO 聊世纪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来看维京人对上西班牙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最近呢 我有把这个阿痛哥 把它讲成肥人 这一点非常抱歉 那我们这一次呢看到这个抖音 阿痛遇到了世界冠军 Hera 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会有多精彩 那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9点钟方向的维京人阿痛 他的文明特性呢是这个 手推是个轮轴是拥有 免费的效果所以可以直接 省去这个研发时间 跟造价全部都 直接给所以维京人他也 算是经济最好的一个 文明那维京人由于 可以省下研发时间跟成本 这一位走村民可以在读案 议席在正常开农 时候往往会领先对手 那维京人呢他的打法 比较偏向于步兵跟工兵路线 步兵有血量加成 工兵的话有维京狂战士帮 可以让他的强弩 伤害再多加一点 那骑兵路线比较可行 其实是没有跟踪技术跟品种 但是在团战时候还是 在内加情况还是要出歧视 去做主轴保护自家的工兵 还是比较好的 那维京人呢他的打法 还是比较适合打步兵作战为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的Hera 选择了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特色呢是他的 火器单位的攻击速度 特别快啊 不能是打这个火枪火炮 那都是很快的 那西班牙人呢他的打法 会比较偏向于黄金兵的打法 垃圾兵算是全满的哦 但是他的黄金兵哦 游侠也是主力哦 还有自己的西班牙征服者 那他也可以打这个马攻策略 但是比较少人会打 主要还是打这个西班牙征服者 会比较常见 那比较有趣的是哦 他的兵工厂科技呢 都是不需要黄金就可以研发哦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哦 这边都是需要食物哦 就可以研发好 那每点一个科技时呢 也可以获得20黄金哦 所以西班牙人呢 他也有这个点 支部技术 然后打三棒棒的开局流程哦 这个效果哦 让他哦 可以直接不挖黄金哦 直接可以打出三棒棒的流程哦 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流程方式 那西班牙人比较弱的地方哦 是他的弓箭手 是没有办法升级的关系 所以封建时代哦 按太多的弓兵哦 可能会造成自己劣势的问题 到了城堡时代的节奏 可能没有办法打得很好 好 那右边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哦 先来看到Hera的黄金 分布是在两边哦 上下两边的部分 那这个看起来 后面这块附近还不错 但是没有在这个里面哦 算是有点可惜哦 那 这个地图要围的话 也不是那么的好围 那现在西班牙人哦 要打直层哦 真的是比较困难哦 以前真的是随便围都围得起来 甚至所有的重要支援点都围得起来 那Hera这边要打直层的话 可能封建时代 还是要把这边的矿区哦 全部围好才行哦 这样稍微围一下 这边是有可能会遗留在外面 那这边还要插一根箭塔 或者这边直接围好 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围的方法 那来看一下阿通 阿通这边黄金呢实在遗留在屋外面了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而且那会如果要插在采矿地的话 这边如果被人家踩高地也会很难受 那果子在后面是还行 但还好后面还会黄金哦 只要这边能围好的话 这个黄金可以爽爽哇 所以阿通来围家的话 他的围法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但是缺点是黄金是围不到的 但至少附金可以围在里面 好 阿通这边是转了一只枪兵 点了一级伐木 那西班牙人这边是补下了一级农田 跟一级伐木 好也补下了一个 马舅 两兵都是打了一个肉马 配枪兵的开局 那Hera这边枪兵4没有先按的 那现在西班牙的职呈呢 已经是很少见了 虽然偶尔还是会看到职业选手使用 但是跟以前的几率比起来 已经少了很多 大概只剩下一半左右的几率了 甚至可能不到 现在西班牙人正常打法 还是比较稳定性高一点的 那现在Hera两只肉马 看到阿通这边出了三只肉马 好这边墙兵守护一下 这边盖墙的村民 赶快围一下 可以都很围好 那阿通哥这边的肉马有个问题 他的封建时代并没有品种 所以西班牙Hera这边只要点下品种 基本上就可以把对方的肉马按在地上打 但是这边要早点点品种的话 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好这里本来想要冲进来 但是阿通这边转了射箭场 好五片田就转射箭场 算是一个很早期就开始转兵的流程 那这边Hera则是出了一堆肉马之后 开始把自己家里也给围死 看起来是要赶快升城堡时代 好那这边围法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但是黄金喔 一样是这样子在外面 ok那现在的违法没什么问题 阿通也是确实是这样子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阿通能不能打个机会 冲进去骚扰一波 阿通应该也会知道 待会西班牙人如果转出西班牙征服者 违禁人也会很难受 毕竟违禁人打火器单位移动速度快的方法 也没有马供的方法可以去反制 也就只有战毛兵跟僧侣能打 那违禁人的僧侣呢又不是特别强 甚至连神圣思想都没有 在城堡塞死 要招强单位也不是特别有优势的 那违禁人能反制的方法 就只有战毛兵跟强弩 可以去做反制了 好那现在看到Hera这边是 打理防守 但是违禁有一只工兵 开始尝试想要突破 后面这只枪兵直接被弱马给吃掉 但是弱马打完枪兵之后往后拉走 这边再回头继续尝试 想要突破这个房子 但是应该是没办法 一只工兵的压力真的太大 好这边弱马直接 有点被包夹的关系 有点寻入错误 被Hera的弱马直接尻烂了 但是阿痛这边是直接升到了城堡师袋 三级速度比Hera快到了一分钟 好阿痛这边补了一个兵工厂 待会可以转下一级射 双射箭厂开始成型了 到一升到城堡师袋 就有这个奴兵可以反制了 奴兵可以反制奇珍 那所以西班牙人Hera这边也可以转战毛兵 可以开始补射箭厂 反制工兵的单位 但如果这边没有补射箭厂的话 开始挖石头通常就是还是要打西班牙征服者 好这边弱马直接戳掉 Hera的防守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危机人这边是到城堡师袋 免费的手推车已经上了 那这边是直接开了一个TZ 然后弓兵升级到了奴兵 二级射也有了 好回头射一下这边弱马 好Hera决定是使用奴炮或是冲撤的防守方法 来防守这一波的奴兵前期压制 城堡直接补在了石头放旁边 那这个位置我觉得有点微妙 但还算可以喔 他如果是我的话就想要补在黄金这里 OK 那把城堡补在上方 那就意味着 正面的位置应该暂时没问题 侧面也可以补防守的很好 待会这边可以尝试补个TC 但好像有点难开的样子 就好像是个高地 没有办法下城镇中心 好现在看到Hera四肢肉马还在侦查 西班亚征服者跟头十车 都在正面的部分 开始防守了 现在西班亚征服者品种跟动技术都已经点下 RTOM这边则是3TC开农 哇我们可以看到RTOM这边3TC开农 村民出已经领先了 而且有手推车的关系 现在经济领先的非常夸张 快要来到了一千资源了 好这边工兵过来 还没有点弹道学 现在开3TC的关系 弹道学会有点难点下 但是优点是 待会经济会征服得很夸张 那Hera这边呢 虽然有西班亚征服者 但是却没有办法进行工程 哎呦这边头车直接换掉 哇痛哥这边一出来直接换了一个 头车做得相当不错 现在15只奴兵遇到对方的头车 还是要少死一点点 工兵数量一少 待会可能就会炸裂 直接正面炸裂 造成西班亚征服者 都很难反击回去的问题 好这边一个高打低 低打高扛住了头车第一发伤害 第二发砸了过来 工兵直接活了下来 OK用高地去做反击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现在阿通有600多木头 现在弹道学可以考虑点一下 好这一波反击达得很漂亮 两台头车车直接用头车加上弩病的方法 反击了回去 好西班亚征服者 现在是有二防的关系 现在有点难射 吸着这边继续再溜 阿通哥又被锈掉了一只 工兵要赶快再补了 好这里补大学 弹道学要马上补下 现在农田有点缺 断村断得有点凶啊 来到了2分48秒 但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在打架 好阿通直接补了一个防御箭塔 是一个六王塔 还不是防御箭塔 那维建人现在防止对方的伸头战术 防御箭塔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让自己可以有更稳定的发展空间 经济也不会太落后 好西班亚人Hera 这边赶快补轮走 不然经济会越差越远 已经来到了2,000经济差距 好这边直接潜起来盖城堡 那西班亚人的建造速度呢 也是游戏里面的 十一十二快的文明 但是城堡速度来说的话 西班亚人不是最快的 哎呦这边直接用火箱点掉了 投石车 好西针现在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事情 阿控这一坨奴拼 让我们Hera有点难受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处理掉 好这根宝一定能盖起来 盖起来都这个祖金就被控制了 阿控哥的黄金在前面真的很难受啊 好这里有单刀雪 稍微反击 但是没有办法突破 好这边投车换掉 在临死之前换一台 投车我觉得很赞 好这里村民要赶快出来 直接在后面补了一根城堡吗 直接一个对保 那为什么这根城堡盖在这个位置 最主要是你不盖城堡的话 Hera有可能会过来直接把这个金矿给踩走 直接在原地起一个城堡 是一个很好的反噬方法 好Hera这边开始开枪 开始抓掉了有些村民 这些村民直接被抓了六只七只 开始一直被抓 但这些工兵很努力想要反击 好高地继续反击 一直在抖动 那我们都在疯狂抖动 那Hera这里是总共击杀到了十只村民了 好危机人村民数稍微下降一些 现在是超过了买卖 卖了六百的木头 直接要来点下帝王时代 OK这边买卖之后 阿通就可以产出巨头 反击这根城堡了 这个黄金现在也可以挖 这个射程没有完全覆盖到这个主金的部分 然后TC虽然要放弃 但后面再补一个城镇中心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阿通这边时代领先了一点点 但是Hera也是超过了买卖 卖了一堆石头 然后点下来成帝王时代 那现在TC数是双TC 融上去的 说明处差距有点龐大 现在的节奏是越打越快了 不像以前喔 可能两边是一直融 然后很容易融到一百多寸 或七八十寸 才点帝王 那现在是根据打法 会因为可能 战况需要的关系 可能四十寸 或是五十寸的时候 就会点帝王 这也算是现在的Meta 越打越紧凑 也可以克制到很多的一些套路打法 算是一个不错的发展 那现在阿通 这边是转出了战毛兵 跟工兵的副甲 都已经陆陆续续 该补下 反制西阵的东西了 那如果西班牙人 遇到对方转战毛病的话 后期的游侠登场 就很重要了 西班牙征服者 全部进入到城堡里面 稍微补下血量 好 又放了出来 好 西班牙征服者 想要射破这一个房子 好 Hera也补下电跟城堡 这样两根城堡的话 待会巨头互丢 惨能上喔 才不会输给对手 那阿通这边的城堡 第二个是补的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待会巨头会稍微慢一些些 现在Hera的巨头 是直接两根城堡开罩 然后把西针全部注进去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 箭矢数量直接加了13只的箭矢数量 二级射也点了 所以现在射城堡 上一次非常高的 好 巨型投射机已经出来 Hera不想要在对宝时候打输 因为这边只要一对宝打输的话 就意味着前哨战 就会被歼灭 那就意味着 待会要进入Hera的西班牙本土战 一旦打到本土战 可能自己的机会就很渺茫 因为自己 并不像维基牛有这么强大的经济优势 可以看到这边支援量已经输了4300了 所以尽可能把战场留在对方家里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Hera这边是 决定要把西针派出去 追击这坨战毛配上弓兵的路线 但是追追想想还是算了 这边可能是要来守司 巨型投司机吗 OK 这边可能会被射破 这个射箭场 哦 后面又补了一个射箭场 再次补下一个新的 OK 射箭场暂时没有太大问题 右边城堡已经掉了 三台巨型投司机正在拆除 但这一坨奴兵已经走了进来 Hera家里只有一台奴炮 现在要防守出来只是送掉而已 所以现在只能尽可能争取时间 这一坨村民只能到处逃窜 这一坨奴兵做到很好的事情 Hera这一边使用这一波西针 然后进去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 阿通这边防守做得很好 战毛兵已经成型 三级射也有了 好 那现在化学还没有补下 阿通哥 现在两根城堡都已经顺利拿下了 OK 城堡拿下之后 现在阿通 继续修理这根城堡 两台巨型投司机 三台巨头 还在继续攻城 这里造了一台投司车出来 Hera家里现在一片混乱 虽然有奴炮出来 但是这边工兵是有闪阵的关系 奴炮的伤害 并没有办法打出得很好 Hera直接在后面 把村民拉到后方 现在暂时也没事 西针终于回来 但西针回来要怎么打这一坨工兵呢 要还是要搭配奴炮一起吧 好 直接射掉了一只 往前走 工兵有终极速度的优势 但是西针有血量上的优势 好 还有机动性的主动权的优势 看起来这一坨工兵单位要损失掉了 但西针也可以换掉一些 好 最后是换光 Hera这边是直接点下了霸权科技 可以提升聪明的血量跟攻击力 好 现在战场已经解脱 阿通马上又补了一个TC 补下了更多射箭场 这边反制西针打法打得非常漂亮 阿通已经点下了化学 待会就可以直接用超强的工兵伤害去压制了 好 结果这边战毛兵直接贴在脸上 哇 直接被枪毙掉了 虽然西针的影响力到帝国时代会越来越少 OK 这边点完霸权之后 村民直接拿起拳套开扁这些战毛兵 攻击力是很高的 这些村民 好 所以西班牙人要用村民去当作战斗部队 真的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问题是可能是村民数够多 或是不会自动攻击的问题而已 是觉得很希望微软 可以让西班牙人研发霸权之后 村民没有在进行采制的时候 可以自动攻击附近的单位 像一般的军事单位一样 就只有研发霸权之后 才会用这个效果 但不知道这个code是要怎么写就是了 Hera呢 这边是点下了中型投射车 准备来反制战毛兵跟弓兵 那西针部分还在继续出 西班牙政府者还要再多出一些 但是遇到强奴了 这枪弩要怎么捡呢 只用中筹的话 没抢上可以 确实阿痛这里还没有转奇病 待会这些工程器也会变得有点难解决 转维京狂战士的话 虽然跑速快 但是维京的西班牙征服者的火枪 可以解决掉维京狂战士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好 中筹一升级好 炸一发躲掉 Hera 这一波有点压力大 臭命处的差距很多 已经来到了快要9000的支援差距 通知车再炸了一发 还是没有炸到东西 这边反而是用强奴直接点掉了中头 中头直接爆开 强奴数量还有13只 点掉了臭命之后 这颗弩炮也是努力点掉了 好 垫下了三级的工兵铠甲 工程大队已经来到了Hera家里 Hera能够守得住吗 还没有转兵 现在转兵起来成熙也很慢 没有TC就没有经济 没有经济 要转兵也是 简直是天方夜谭啊 现在阿痛的维京的 经济雪球已经滚了起来 经济支援差距来到了1万了 哇 43分钟 经济差距1万分 这个支援量 我只有在波览上看过啊 危机人看来也是能做到的 好 这边直接拉了车门过来打架 Hera这边直接往前贴了上去 后面投死车砸了一发 但是 诶 中头往前贴 好 砸掉这里 投死车 火箱继续往前 但是这边强奴的部分 直接射穿了西班牙征服者 数量已经下降到非常多 最后一台军行投死机守住了 好 这里弓兵想不预判 但是没有成功 好 再找了一发 成功躲掉 OK 这一发 Hera好像要扛不住了 只剩下中头要打回去很困难 虽然有帝王时代 但是经济西班牙征服者 却点不下去 好 但中头处理这些强奴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 好 最后还是有少量的 强奴活了下来 阿空这里经济开始碾压 好 点下金罐 同战四方了 强奴的伤害 来到6加5 11点 Hera这边虽然有三级的工兵铠甲 但是防务力也就是5点而已 以前的西班牙征服者是2点 总是有6点防务力 现在只剩下5点 但现在对上强奴的话 被射一下还是有6点伤害值 这对西班牙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一定要做转兵才有可能打得赢 这边头车又打得很漂亮 Hera并没有打算要转战毛兵 而是继续用头石车正面应战 Hera这里何努力呢 继续夹住 没想到好像被Hera又慢慢夹起来了吗 OK 这里强奴再次点掉 阿通这边控兵 还是比较 算是随意吗 也不算随意喔 算是 能控就控 没控也没差 反正造兵多一点 造起来就完事 Hera这边则是用控制的少量部队尽可能做操作 OK 那后排现在这边 挖石头的村民终于被抓包 Hera在右边补了一个新的城堡 看这里有少量的围巾狂战士 直接冲我过来 这里村民可能会被抓掉一些 现在Hera家里狂补TC 想用城镇中心 残帅的村民作为主力部队吗 或是想要赶快报警戏 好 巨型头石器在后面 赶快重新架起来 阿通开始补 步兵铠甲了 好 狂战士过来 吸针 好 打这个 步兵伤害还是很高啊 好 步兵终究还是怕枪的 好 左侧的位置 这个城镇中心 直接取消 开始往上搬家 Hera这边还在继续狗 但围巾狂战士走很快喔 要是被贴到的话 就没有机会活下来 所以这边Hera要非常小心 围巾狂战士的动向 打个一发 直接回去奥丁神殿了 OK Hera这里 二级马凯也补了 好 还是要转马 那如果你真的转马 围巾也很开心喔 毕竟他有酋长科技 可以对 步兵对骑兵的伤害 再提升一些喔 喔 结果真的还是被贴到了 围巾狂战士的移动速度90块 好 没有办法 现在三台投车过来防守强弩 来看一下这一波 一个V阵 躲掉了第一波的投车伤害 看第二发第三发能够躲得掉吗 但是又被点掉了一台 投车 投车车这边炸又没炸到 Hera这波有点血尿 这一波能够点掉吗 投车全部被点光 Hera能够守住这波强弩吗 这里要赶快到更多的投车车 Hera这时候才不下手推车 看起来是有点来不及了 机器差距已经来到了一万五起跳了 现在机器差距越打越大 这边稍微用V阵 躲掉了一些电子伤害 用火箱直接反击强弯回去 好 这里勉强躲住 但是这个城堡要是被建立起来的话 这个腹肌拿不回来 待会打到地龙是在后期 也会面临缺境的问题 这里要想办法解决的话 可能是有点困难了 现在连火炮也还没有研发好 怎么办呢 Hera没有化学就没有火炮 没有火炮就很难反击巨型投射机 那没有巨头的话 也要铲出肉马或是骑士 才有可能抓到后面的这些巨头 那如果没有办法抓到工程器的情况下 Hera可能会一直被继续伸推 甚至这里的农田都已经无法正常开采了 好 飞机人 三级的铺兵铠甲也已经点下 二弓也点了 后面的寸宝赶快补下 右边的强弩直接走过来 开始乱射 完蛋了Hera 这里是可难防守住的一个区域 分数开始有所下降 资源差距已经来到了 快要2万资源 R痛这边的防守反击 打得实在是很好 利用围剑人的典费的手推车 把这个雪球滚到这个地步 Hera虽然用巨型投射机反击 但是第一时间并没有攻击敌方的巨型投射机 好 敌人拉出来 防守一下 好 伟剑人也点下了球长科技 右边这边强弩直接用村民手撕 还是损失掉了一些数量 现在四处都在导我 上面围剑狂战士数量有点多 这边城堡要是失守了 可能要打出GG 难道阿痛要输给了阿痛吗 阿痛这里的科技都已经点好 只差了一个三弓 伟剑狂战士也已经升好了精锐 这边阿痛直接一个大买卖 卖掉了一堆食物 跟木头换出一个黄金 这时候Hera打出了GG 我们恭喜阿痛拿下比赛胜离 哇 阿痛用围巾打西班啊 这个打法打得真的是好 直接走了一个封建接工兵 压制西班的征服者 然后直接转出3TC挖石头 然后赶快插城堡 防守对方插宝 然后升到用step反击回去 那Hera因为由于打这个也不算职城 算是打西班牙征服者的关系 所以经济会再更差一点 毕竟挖石头伤经济 这一点是大家也是知道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最后是有阿痛 拿到所有的资源胜利 不愧是维京 经济最好的文明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下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